在欧洲籃球联赛战绩独走的皇家马德里 第14轮比赛主场迎战拜仁慕逆黑 面对近况低迷的拜仁一开赛就打出巴比尼德的攻势抢下先机 不过怎么说德甲豪门也不是吃素的 很快就趁着皇马的食物过多 在第一节将比分反超取得23比19四分领先 当然皇马战绩之所以突出并不是因为某人特别强 而是全队战力都非常整齐 让对手不论看管谁好像都不对 Sergio Varrigas第二节的三分命中先把比分追平 紧接着皇马持续发挥强大的团队战力 透过非常有耐心的传导寻找空隙 像这季背后传球找到了Vincent Porrier 篮下爆扣 总之让给队友当英雄90了 到了第三节 尽管拜仁苦苦追赶不断将分岔给拉近 不过皇马总是有人在队的时间跳出来 替球队保住领先优势 这场比赛皇家马德里全队一共5人得分上双 其中Sergio Lute攻下全场最高的16分 尤其在第四节攻进7分 沿路帮球队拉开领先差距指双位数 中场皇马以88比73大胜15分 13胜一败的战绩在联赛稳居榜首 。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